大家早安 球市场时间 我们先带你来看这个意外现场 这是发生在秘鲁 有一间地下的烟火工厂 发生了爆炸意外 造成有五个人死亡 那么现在火势还在持续延烧 现场是不断传出爆炸声响 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个工厂是传出 好几声的巨大爆炸声响 接着宛如是像放烟火一样 天空出现了灿烂的火花 熊熊火势不断的延烧 还炸出巨大的火球 黑烟笼罩天际 这起意外总共造成五个人死亡 当地也紧急停电 防止后续的爆炸 恐怕会造成更严重的伤亡 而再来看到的是 俄罗斯跟乌克兰才刚刚达成了 粮食出口的协议 让黑海卡关的国物得以出口 但是现在去传出 乌克兰的粮食出口港 奥德萨23号是遭到 俄军的飞弹攻击 画面上可以看到 被轰炸的港口 冒出了巨大的火焰 还有农烟 当地消防人员紧急救援 奥德萨州的州长证实 有人在攻击当中受伤 港口的基础建设 也受到损坏 但目前还不知道 伤者的伤势严重程度 俄罗斯跟乌克兰 其实在22号的时候 才在联合国的斡旋之下 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签署协议 让乌克兰生产的穀物 可以经由奥德萨港运输出口 这样一来是有助于 缓解全球的粮食危机 但是乌克兰现在指控 俄罗斯的巡弋飞弹 击中奥德萨 现在恐怕让粮食出口的协议 增添了变数 而再来看到的是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美国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可能会访台 而现在英国金融时报 更是进一步的分析 大陆对拜登政府 私下发出了强硬的警告 金融时报日前就报导 裴洛西可能会在8月的时候访台 但是台湾的外交部表示 没有接获相关的讯息 而美国总裁拜登则在20号指出 军方认为裴洛西访台不是个好主意 现在金融时报又加码分析 大陆向美国拜登政府私下发出 前所未有的强硬警告 甚至扬言不排除 以军事来回应 其实根据金融时报的报导 如果说裴洛西此趟真的是访台的话 那么有可能会是25年来首度有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访台 但是白宫对于裴洛西的访台 内部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像是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跟其他的国安会议高阶官员 是反对裴洛西访台的 理由就是包括了 有可能会升高台海的紧张情势 金融时报也指出 有6名的知情人士表示 中国大陆最近一次的警告措辞 比以往还要强烈许多 甚至有私下暗示 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来回应 另外来看到的是 现在猴豆的疫情是越来越严重了 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在周六的时候就宣布 将猴豆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 猴豆疫情现在已经蔓延到全球 超过50个国家了 世卫在23号的时候就开会讨论猴豆的疫情 尽管委员们是没有办法达成共事的 但是秘书长谭德塞 依旧是在会后自行决定宣布 将猴豆列为全球公卫的紧急事件 这也是创下了史上的首例 另外虽然世卫指出 感染者主要是集中在跟男性 有性行为的男性 但是根据美国22号通报的 两名儿童感染病例 现在荷兰也出现了 有一名不到10岁的男童确诊 美国纵的拜登 他之前是确诊了新冠肺炎 现在白宫医师指出 拜登他感染的可能就是 BA.5的变异病毒株 白宫是在20号的时候染疫的 目前人还是在白宫隔离 接受抗病毒的处方药 Paxlovid的治疗 而拜登的初步病毒的定序的结果 极有可能是感染的是BA.5 目前在美国的主要的流行病毒株 就是BA.5 将近有八成的确诊者 都是感染了BA.5 不过白宫现在证实 拜登只剩下像是流鼻水 咳嗽跟喉咙痛的轻微症状 病情已经逐渐好转 竖起大拇指 嘴角大大勾气 表示自己感觉很好 拜登已经接种4剂疫苗 依然确诊新冠肺炎 白宫证实 拜登身体状况好转 但还是有轻微的流鼻水 和咳嗽症状 不过拜登已经79岁 引起大家担忧年事已高的他 有可能完全痊愈吗 否则也表示新冠病毒的传染力逐渐增强 变种病毒不断冒出 就算完整接种4剂疫苗 遭到感染的几率依然很高 拜登是美国第二位确诊总统 过去川普在没接种疫苗情况下 也曾经确诊 大陆外交部在拜登确诊当天证实 习近平已经致电向拜登慰问病情 不过美国说法似乎有落差 媒体稍后向白宫询问 习近平是否与拜登因为新冠确诊 提前通话 但白宫只表明 收到习近平的书面讯息 除了慰问并没有谈论其他事项 对于拜登和习近平核实通话 白宫也不愿多谈 只说届时通话将会触及多项广泛议题 记者刘嘉宇报导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咯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GO